妈,走吧 师父,要不我就不去了吧 妈,这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你怎么又改变主意了 你到底给我儿媳妇商量好了没有啊 你把我接过去,她要是不乐意 那该咋办呀 妈,你呀,别想那么多 圆圆怎么会不乐意呢 你看看,这过年的时候呀 咱们一家人都没有在一起过 现在呀,年也过完了 你在老家也没什么事 就陪我去城里住几天吧 也让做儿子的静静孝道 我 行了妈,你呀,别想那么多了 咱们走 好 来,妈,快进 杨杨 石头 妈 石头 你怎么把妈接过来了呀 元元,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这年前呀,咱们一直忙 过年的时候呀,也没有好好陪陪妈 现在呀,年也过完了 咱们两个呀,也忙得差不多了 我就想要让妈在咱们家住一段时间 石头 这个事,你怎么没有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呀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呀 你也知道,我这平常呀,工作比较忙 今天啊,忙完公司的事,我就先回老家把妈接回来了 没来得及跟你商量呢 行 妈,你看,这天也比较冷 这刚过完年啊,也没什么事 你就在家住下吧 儿媳妇,我本来呀,不想来 这石头呀,我们把我接过来 你看看,我来呀,又给你添麻烦了 妈,你看看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我是你儿子,元元呀,是你儿媳 这里呀,就是你的家 好啊,好啊,妈知道 你们呀,都是孝顺的孩子 元元,等一下呀,你去给妈收拾出来一间房间 我呢,去超市,买点好吃的 今天呀,咱们一家人也好好在一起啊 吃一顿团圆饭 你这刚刚接妈的时候,怎么不顺便把东西买了呀 你不知道,这我回来的时候呀 路上特别堵,根本呀,没有停车位 所以呀,我就先把妈送到家里来了 儿子,要不咱别去买了 家里呀,有啥,咱就吃啥 行了,行了,妈 这件事呀,你就别管了 你先在这儿呀,休息一会儿 我啊,出去买东西 元元,给咱妈收拾房间去 知道了,您去买菜吧 行 元元,我的房间在哪儿 我自己去收拾 不是我说,老太婆 你是真打算在这儿住下呀 元元,你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呀 能什么意思呀 这石头说让你来这儿住 我可没答应 老太婆啊,你识相点就自己走吧 别等着我赶你 元元,我高到你家 你就赶我走 我就是走 我也等我儿子回来 我跟他说一声,再走啊 你跟你儿子说什么说呀 你这不是明摆着告我的状吗 再说了,你要是跟你儿子说了 你儿子会让你走吗 这不明摆着想让我们两个吵架吗 元元,你看 自从你给石头接了鬼 妈还没来这儿住过呢 要不上吧 你看今天特别冷 让妈住一晚 住一晚呀 明天我再走 住什么住呀 你也不看看你 穿得破裤烂烂的 这让邻居看到了 不得笑话我呀 儿媳妇 我 别一口一个儿媳妇交那么亲 你走不走 别逼着我动手呀 儿媳妇 这我来的时候 是我儿子 肉吃 把我接回来的 你说 我走 我怎么走啊 行了 你也别说那么多了 我呀 你知道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要钱嘛 我这 有100块钱 拿着赶紧走 儿媳妇 我能不能 等我儿子回来 再走啊 等什么等呀 我告诉你 你儿子要是问起你来 你就说自己想回去的 听见没有 赶紧走吧 一会儿 没事别来我们家了 听见没有 我走 我走 快点 别让石头看见了 杨媳妇 我今天呀 去超市里 买了些牛肉羊肉什么的 今天晚上呀 咱们在家里吃果果 你想一想 这妈一个人在老家 肯定没吃过果果 对了媳妇 咱妈呢 上房间里休息去了吗 石头 这咱妈 她回去了 什么 妈回去了 媳妇 怎么回事呀 这不是说好的 要在咱们家住一段时间呢 石头 你吼什么呀 是她非要回去的 她非要回去 这怎么可能呀 媳妇 你实话告诉我 这是不是你把妈赶走的 我刚才呀 都已经发现了 我把妈接进咱们家的时候 你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还摆个脸色 赵媛媛 说话呀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我能有什么意思呀 这你是什么意思呀 你还问我什么意思 现在是我在问你 是不是你把妈赶走的 是 就是我把她赶走的 那怎么着 你 你说的是人话吗 我说的怎么不是人话了 她是你妈 又不是我妈 老老实的 待在农村不好吗 非要跑我们这里来 想让我伺候她 她想的可真美 一个农村老太婆 还来我这 给我天赌 我说赵媛媛 你现在是怎么回事呀 这现在在你嘴里 张口农村人 城里人呢 怎么 这别人都是农村人 只有你自己是城里人 难道你就比别人高人一等吗 石头 这也不是我说你 你让妈来咱们家 这咱们家的家电 她会用吗 要是不小心碰坏了哪个 那怎么办呀 就算咱妈把家里的家电弄坏了 那又能怎么样呢 话又说回来了 咱们家所有的家用电器 有一件是你买的吗 这只要咱妈高兴呀 把这个家砸了都行 石头 你疯了 你现在能挣两个钱 你了不起呀 你是不是忘了 是谁当初 从你一无所有 陪伴到现在呀 陪 媛媛 你口证 对我的陪伴 就是整天躺在家里 混吃等死啊 什么都不干 这就是你所谓 对我的陪伴 我凭什么干活呀 这我在家里 我爸妈都没让我干个活 我到了你家 凭什么给你干活 凭什么自我你啊 是 媛媛 你在这个家里呀 是可以不用干活 不用工作 我也从来没有要求你 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可是 这个家庭 是咱们两个人的呀 你自己是不是也想着 要为咱们这个家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呀 可是 你想一想 咱们两个结婚那么长时间 你问这个家做过什么 贡献过什么呀 媛媛 结婚的时候 咱们怎么说的 你都忘了吗 咱们两个人一起奋斗 一起努力 可是 你简单的一句 我不想干了 就把所有的重担 推到了我一个人的身上 就拿 咱们现在住的房子来说吧 这房子的首付 是我付的吧 每个月的月供 也是我在还 家里所有的开支 都是我在出啊 这些呀 我就不说什么了 最让人可气的是 我还要管着你家的开销 石头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 是什么意思呀 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嫌弃我不挣钱 媛媛 在我心里 从来没有嫌弃过你 我只是想让你为这个家 也做一些 你自己能做的事 媛媛 你好好地想一想 你现在整天在这个家 一无是处 整天吃了睡 睡了吃 你想一想 你现在的能力 能配得上你心里的那些野心吗 你现在只是拿着别人的劳动成果 去满足你自己内心的虚荣 你现在了不起了是吧 你可别忘了 当初你创业 还是我爸给你拿了两万块钱 你猜有今天呢 是 你说的这些啊 我都承认 当初你爸拿出两万块钱让我创业 我内心呀 非常感激 可是这些年来 我给你弟弟买车 给你爸买房 难道这些都不够吗 你想一想 这些年 我是怎么对待你的家人 而你又是怎么对待我妈的 我就是看不惯 看到农村老太多的寒酸样 我总算是明白了 现在在你心里 还是看不起我们呀 远远 你别忘了 我也是农村人 照你这么说 是不是 我现在也不配和你在一起呀 你少拿这些下午 我告诉你 这没和你结婚之前呀 追我的人多的是 别骗拿自己当回事 远远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活得特别光鲜艳丽呀 其实你错了 在别人眼里呀 你只是一个华众取丑的小丑 你说谁呢 我说的就是你 你听的应该很明白 好啊 你竟然为了你妈这样说我 可笑 你觉得你有资格和我妈比吗 远远 平常呀 你任性一点 我啊 惯着你 可是今天 你竟然这样对我妈 行了远远 咱们两个的日子呀 没法过了 离婚 什么 你要和我离婚 对 离婚 我现在呀 去追我妈 你马上从这个家给我滚蛋 你 气死我了 竟然这样对我 有什么事 我走